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刚才几十分钟的一个体验呢 我面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我们是如何看待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 首先说一下大家最为关注的配色问题 那么iPhone 12一共有黑 白 蓝 红 绿 五种配色 其中蓝色的关注度或者说话题度是最高的 那么在昨天或者前些时候 已经有网友在线上爆料出了几个产品的开箱照片 那么蓝色的饱和度或者说它这个颜色本身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根据我们现场来看的 这个蓝色其实比较偏淡蓝或者淡青色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那种还没有经过水洗的牛仔裤的那种颜色 这样形容大家可能比较了解 又或者是说Windows自带的画素工具里面默认的电蓝色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打开那个APP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大概这个颜色是什么样了 真机的颜色并没有之前曝光的图片的饱和度那么的高 所以看起来并不会给人一种很廉价的感觉 但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在这里边我个人更喜欢绿色 那么除此之外 白色它的配色跟以往是有所区别的 它的铝镜中框有一点香槟金 也就是有一点点轻微的米黄色的感觉 而且在背壳上也不是纯白 这一点和以往的这个白色机型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另外在iPhone 12 Pro系列 它采用的是不锈钢的中框 官方说的是手术级不锈钢中框 加磨砂玻璃的一个背板 因为取消了一个弧面的设计 所以说在中框与玻璃背板结合的地方 没有了弧形的一个过渡 那么在视觉直观感受上 它的这个厚度明显要薄了一些 因为它没有圆弧过渡的时候那种玻璃的厚重感 那么iPhone 12系列也有一个新配色 或者说叫做变化的一个配色 由深空灰变成了石墨灰 石墨灰更加偏向于灰色 而深空灰呢则更加偏向于黑色 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个明显的一个区别 海蓝色的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这种低调奢华的感觉 另外呢金色整体是非常浅的一个金色 但是因为采用了不锈钢中框 所以中框的这个金色 其实是非常bling bling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是追求这种闪闪发光的感觉 iPhone 12 Pro的金色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当然了上面这些对于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颜色的一些分享 或者说是一些主观的看法 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如果大家对于这些颜色还是拿捏不准的话 建议等Apple Store上了新机之后 大家一定实际去看衍生机 这样拿捏的会更加准确一些 那第二点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 肯定就是两款机型的一个手感问题 或者说是尺寸问题 这两款机型都采用了Super Ring的XDR屏幕 并且在面板上使用了一个叫做超磁镜面板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让它的韧性和抗光滑性能会表现的更强 这两个机型的屏幕在综合素质上差别并不大 只是在峰值亮度上有一些区别 像是其他的诸如分辨率等等 色彩表现都是一样的 当然要提到的一点是 跟使用5.8英寸屏幕的iPhone 11 Pro相比 整体的机身三维稍稍增大了一点 但是在对比上看起来并不明显 而且因为采用了比较平直的边框处理 所以说在视觉感受上反而要来的更鲜薄一些 那么说到厚度 这两款机型的厚度都只有7.4毫米 要比iPhone 11,iPhone 11 Pro系列来的都要轻薄 那么在握持感方面 并不会因为它采用了一个比较平直的设计 而是影响你的手感 至少不会有割手的感觉 当然了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机身三维也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两款机型的差别 或者说是在手感上的差别真的很小 那么在影像系统方面 同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其实单纯从视觉效果看起来 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与上一代机型的相比并不大 同样是双摄加三摄的一个组合 那么同样在iPhone 12上长焦缺席了 依旧是超广角加广角的组合 不过两款机型的广角镜头的光圈都变得更大了 而且在超广角镜头下 同样都支持了夜景模式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不过大家能看到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iPhone 12 Pro因为搭载了激光雷达 所以它激光雷达的开孔 要比之前iPhone 11 Pro上的那个开孔显得要更大一些 也要更明显一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是粗略的体验了一下两款机型的拍照 所以在这里并没有完全能下一个定论 或者说是结论 这个部分也留在我们之后的详细体验中 跟大家去汇报分享 在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上还有一个新功能 它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功能 就是MagSafe磁吸充电 不过我们并没有拿到无线充电板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体验咔嚓的那一声的效果 根据之前很多其他已经拿到机型的媒体的体验来看 它的体验 其实无线接近于有线充电 起码在你要拿掉手机的时候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磁力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需要你手动来摘出这个无线充电板 或许这也是iPhone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 从我个人家来看 我认为iPhone推出MagSafe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是在未来想要拿掉充电口 当然对于5G的支持 也是iPhone 12系列新追加的一个功能 当然这也是iPhone首次搭载了5G的网络连接 根据官方的介绍来看 iPhone应该是目前支持的5G频段 最全面的一个机型 不过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你在国内买的国航机器 是不支持毫米波的 只有美版机器才支持这个功能 但是因为支持了这样一个功能 为了更好的信号 它其实在侧面的边框处也有一个开孔 在美观承受上其实受到一些影响的 而且美版的机器在毫米波的频段上 跟未来国内的毫米波频段是不相同的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毫米波 而选购美版机器 好吧 说一说总结 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iPhone 12正式公布了它的所有参数之后 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到底谁是绿叶 那么经过今天我们的体验来看 其实这两款手机都有它覆盖的独特人群 如果你并不那么在意长焦的拍摄 并且对于影像系统的追求也没有那么的强烈 只是想体验最新的iPhone 以及5G的网络 还有A14仿生的处理器 那么iPhone 12其实在性价比上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而且它的色彩也更加的年轻化 也更加的多样化 尤其是绿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配色 那么如果你是对于外观质感有更多的要求 并且对于影像的表现更加苛刻的话 很显然iPhone 12 Pro会更加适合你 尤其是在视频的表现能力上 我认为iPhone 12 Pro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购买的 甚至它可以替代一些入门级的相机 完成一些影片的拍摄 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率 或者说让你无时无刻都可以有一台 能够帮你完成工作的一个影像的替代品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在之后也会更新iPhone 12 Pro的详细体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极客之选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